吴方称,当地一栋三层高的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 内有十户家庭居住,但吴方没有公布具体的预席地点和视频录制时间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 俄军过去一周在卢干斯克、敦涅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在攻占五处居民点 吴军在有500多人阵亡,吴军总参谋部18号通报 前线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当天下午,两军共交战112次 其中在乌东库拉霍卧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此外,俄美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话称 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舍无冲突无法通过政治后外交途径解决 并将导致冲突升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战俘交换是在夜间进行的 许多乌克兰战俘亲属,包括孩子,早早就在等待亲人们的出血 俄乌双方都有大量被关押战俘 乌克兰不断宣传在前线地区 尤其是在俄罗斯科地区 俄获大量俄军战俘 目的就是向俄罗斯西亚能尽快交换战俘 乌克兰不断战俄罗斯科地区 呼吁政府帮助返回被俄罗斯关押的战俘 乌克兰政府虽然在不断努力 通过外交和国际社会压力 促使俄罗斯返回被关押的战俘和平民 但进展非常缓慢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军队准备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俄乌战争实则上是俄罗斯和北约的战争 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让乌克兰拥有核武器 普京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技术上越来越先进 他认为俄乌战争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 北约正在动用乌克兰的军队发动战争 另外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澄清乌克兰不准备制造核武 但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而对于中国和巴西5月共同发表 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乌方认为这项提议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但普京表示提议是平衡 为找到俄乌之间的解决方案提供良好基础 他还表示俄方需要为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将有助于确保莫斯科的长期安全利益 现在战事还在持续当中 阿联酋的总统20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开启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起义 当天同普京通话 重申赛方不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而俄罗斯黑海舰队有多艘军舰 因为遭遇了袭击而撤离了塞瓦斯托布尔 俄乌两军在乌东城镇谢里多默 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另外韩国情报院发布人造卫星图片 显示有俄罗斯的舰艇运送朝鲜特种部队 只确认朝鲜特种部队参与了俄乌战士 在莫斯科州新澳加料卧官邸外 来访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之意 穆罕默德20号已抵达俄罗斯莫斯科 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他当天与普京共进晚餐并进行非正式会晤 两国领导人21号将举行正式会谈 就双边合作以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同一天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与普京进行通话 伍奇奇表示 通话中他再次重申 正如两年半前所言 塞尔维亚不会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制裁 双方还重申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的意愿 前线方面 据亲俄军事博客消息 俄军正在乌东城镇谢利多沃的郊区 与乌军展开巷战 据路透社报道 9月以来 俄军正快速在顿巴斯前线推进 乌军总参谋部20号在报告中称 乌军在谢利多沃等多地击退俄方41次袭击 有4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 有俄官员当天表示 俄罗斯黑海舰队应遭到乌克兰袭击 有多艘军舰被迫从克里米亚半岛的舰队基地 塞瓦斯托波尔撤出 这名官员指出 黑海舰队的大型舰船很容易成为无人艇的打击目标 并敦促俄方重视发展无人机技术 另有报道指 就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日前提出的胜利计划 各方反应不一 法国外长访问乌克兰并商讨落实胜利计划 德国总理舒尔茨则表示 不会改变不向乌方提供金牛座导弹的决定 美国方面 分析人士认为下个月的总统大选给乌克兰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出于选票考虑 不太可能在选举前做决定 此外针对朝鲜涉嫌支援俄罗斯 泽林斯基20号表示 有大量卫星和视频证据表明 朝鲜不仅向俄罗斯运送装备 还运送士兵准备部署 意味着实际上又有一个国家加入了针对乌克兰的战争 它正在寻求那些承认朝鲜正在更多的参与战事的国家 做出强烈反应 并表示如果全世界现在保持沉默 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只会延长战争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国战事还在持续当中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19号会见了法国外长巴罗 并且在当天就法国对乌克兰和胜利计划的支持表示感谢 巴罗当天则称 2025年新年时 乌克兰将会接收法方承诺的幻影2000战绩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19号与到访的法国外长巴罗在基辅举行会晤 泽林斯基表示 乌克兰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同盟友间的团结至关重要 巴罗当天还与乌克兰外长斯比加 就进一步落实和完成泽林斯基的胜利计划举行会谈 巴罗表示 双方就加强合作和加强稳定的具体步骤达成一致 同时 2025年新年时 乌克兰将接收法国承诺的幻影2000战机 法国还将帮助乌克兰培训飞行员 泽林斯基聚报在当天的晚间讲话中 感谢法国对乌克兰国防和胜利计划的支持 他还感谢北欧和波罗的海八国 向乌克兰提供2.6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支援乌克兰能源部门开展恢复能源基础设施等工作 另一方面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9号发布视频称 乌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一处居民区遭俄军导弹袭击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乌方没有公布具体预期地点和视频录制时间 战况方面 俄国防部19号通报 乌军一周夜内在库尔斯克方向损失了270多名军人和9辆装甲车 其中包括三辆步兵战车 俄罗斯西方集团军部队打击了乌克兰四个旅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 击退了三次反击 敌人损失了350多名士兵 乌军在俄中央集团军控制区损失460名士兵 在俄南方集团军控制区损失830名士兵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18号就朝鲜将向俄罗斯派兵投入俄乌作战前线的有关报道 呼吁总统拜登作出回应 他表示朝军此举必须成为美国和北约的红线 并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